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前解析 今天是1月14号星期四 我是Alan 那周二澳股的表现依旧平静 医药龙头CSL在200期的价格大观等来买家 截至目前为止 CSL并未扭转乾坤 其后期的走势值得关注 在上涨的身影当中 能源板块继续克力集群 煤炭厂商WHC 目前在K线图表之上展现积极的信号 那科技公司ALU依旧萎靡不振 在下方26的区域 会是其非常重要的价格防线 对于现价的澳股大盘而言 选择比努力更为重要 那香港恒生跟上证指数波动正常 其中因海运物流继续供布应求 所以A股当中的中原海控股价 能在一路向北 那欧洲时段呢 欧洲央行拉贾德表态 比特币需要监管 但美国国会山仪式 暴露社会管理的短处 那如果对于科技公司的影响力 无计可施的话 那在比特币监管之上 难度又是核奇之大 美国就特朗普的弹劾仪式 继续进行党争 美股时段三大股指波动正常 不论是特斯拉 还是未来汽车走出横盘的行情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问题 想跟我们讨论 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小猪手的微信 GoMarket AU2 或者是GoMarket AU3 在欧洲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报答我们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跟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